HELLO 大家,我今天要去移民局 那因為現在曼谷剛好是在第三波疫情之下 那疫情還蠻嚴重的 那我今天早上剛好也看到台灣那邊的消息說 如果在疫情之下呢,要穿這種亞麻類的衣服 就是比較粗糙的材質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件當作我今天的上衣 好,那我今天打算呢 口罩戴兩層 那第一層就是這個口罩 戴給大家看 他們說戴兩層口罩是為了要就是 比較全面,不會有一些縫隙這樣 所以第二層口罩我要戴台灣的口罩 天啊,我覺得呼吸好困難喔 好,這樣還不夠喔 好,最後 還要有這個我的防護面罩 我想這樣子應該就可以出門離抗外面的病毒了吧 嗯,GO! 出門抗戰 真的是看起來很安全 但其實我嘴巴裡面全部都是汗 GO! 烤! OK嗎? 烤,烤烤烤 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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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拿到的是194號 希望不會等很久 你看現在座位都分得超開的 靜止互相靠近 還沒輪到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要稍微等一下 你看 我嗎 好像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次辦得非常非常的快 大概五分鐘十分鐘不到就跑完流程了 我現在找到大門外面去叫車 雖然這邊有很多排班車 但是我還是想要叫那種手機自己叫的那種GRAP 嗯 你覺得曼谷第三波疫情對你這個老媽媽來講可怕嗎 可怕 還是乖乖在家 有沒有覺得 早知道我就不來了 是不會 真的喔 好吧 當然就是做好防範啊 少出去啊 沒有必要就慢慢在家啊 這樣在家很好 沒有注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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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呢要來問你一些有關於來到泰國之後的問題 可以嗎 可以啊 請 那我要問囉 好啊 你問 OK 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為什麼你會想要來泰國 就是你打電話來說媽你來陪我好嗎 我當然就義不容辭的就飛奔過來了 可是我只是跟你講說來陪我一兩個月 沒有剛好是我的父母親已經已經去天堂了 所以我在台灣也沒有什麼 跨愛 然後我就我也一個人也可以按照我自己去看要幹嘛就幹嘛 是你愛來吧 因為小時候我們兩個都黏在一起啊 只有我們兩個 所以如果我今天來到泰國之後你就會覺得很無本就很孤單 對啊 就一個人很落寞 尤其是每逢過年過節啊 就覺得 冷風淒淒 如果今天我有其他兄弟姊妹在台灣 我覺得你也不一定會過來對吧 應該不會一半一半啊 不會啊 一半一半啊 好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你覺得來到泰國之後跟你 你想像中的有沒有什麼落差 落差啊 對啊落差 沒有耶 沒有 因為我沒有期待啊 就沒有落差 我只是想說 很單純就是說 欸我要來陪我小孩子啊 就這樣子啊 我沒有期待我要獲得什麼啊 可是你那時候有跟我講過好像年輕時候的泰國 對你來講好像比較好玩對不對 那時候年輕力壯啊 年輕力壯 OK 泰國都一樣 一樣美 一樣好玩 只是說以前是年輕現在是老人老人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對你來講好像比較好玩 比較新鮮 可以去玩一些野外的事情啊 現在你也可以啊 嗯 對啦 現在還不可以啊 只是比較危險 只是比較危險啦 對啊 好啦好啦 那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你覺得來到泰國之後 最困難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最難克服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溝通啊 我溝通語言這一環我真的超弱的超不行的 以前在台灣覺得很簡單的事情來到這邊哇 真的是不簡單 淡淡碗買一碗麵啊 就跟那個老闆講了很久 好在我遇到那個老闆他人真的很好 他好好的跟我介紹 他都現在都還認識我啊 整個市場人是不是都認識你 所以就是他就是他 嗯 那個溝通 那個 那個外國人不會講 對對對 他們都會叫我說 欸講泰國嗎呀 欸 喔對啦 他都會問你說幫你考泰文對不對 對對對 他就會教你 嗯 是 很謝謝那些人 嗯 好 那再來呢有一個問題也想問就是說不定也有一些爸媽 他們可能也想要出來海外去跟子女生活 那你已經是過來人了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對於這些這些爸媽呢 喔 若是你的小孩子打電話跟你講說 媽 你來陪我嗎 你當然要做好啊 為什麼 這個機會難得啊 因為若不是我小孩子在這邊 我也不可能來這邊 嗯 就是長期居住享受這裡不一樣的 嗯 生活啊 那總是有些困難吧 你要不要給他們一些三個建議說 如果出來海外跟子女相處 喔你要夠獨立啊 嗯 夠獨立 嗯 然後你要就是 要有一個探索的心啊 探索的心 對你要覺得每一件事情都很好玩啊 而且這個有些事情不是說 你有很多錢 你就可以買得到快樂的啊 你的心態 你的要用你的心態去去體會啊 最重要就是說 你你你你僅有的錢 你可以用你僅有的錢 過到那個價值很高的快樂啊 就看在於你啊 嗯 是嗎 然後你願意去嘗試新事物 願意學習新事物啊 這樣子啊 盡量不要叽叽歪歪的喔 但是還是很容易跟子女吵架 對對對 是不是要好好跟子女溝通 對啊是 這一點是很很重要的 因為在海外之後呢 跟子女的關係就會 再被更放大 而且也很考驗 子女的耐心 對啊 而且 爸媽會有更多的 問 大大小小的問題 所有的問題都會 需要 你幫忙他 可以這樣講吧 對對對 也蠻謝謝我小孩的啦 不用不用不用 我也我也 我覺得只是盡我所能 有時候也是會覺得 會抓狂 抓狂 對啦 對啦 難免的啦 難免的啦 嗯嗯 所以反正就三個嘛 第一個就是獨立 然後再來是有探索的心 再來就是好好跟子女溝通 這三個應該就差不多了 對對對 好 所以總而言之 你是建議他們踏出海外 跟子女去相處的 對吧 當然啦 難得機會啊 嗯 機會難得 機會難得 都可以 那最後一個問題呢 就是 嗯 總而言之 你覺得你會 後悔來到泰國嗎 不會 不會喔 你會後悔打那通電話嗎 會 不要這樣子 怎麼這樣子啊 那今天影片就告一段落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 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所以媽媽會好好努力